你知道前任不良帅袁天刚最信任的人是谁吗 究竟是孟婆还是静心魔 又或者是死了上百年的李淳风 在大帅还活着的时候 无论江湖还是朝堂都无不胆战 各路诸侯不得不为马是斋 十二栋甚至因他百年不敢移动 三百年的功力无人能撼动 放眼天下他是无敌的更是孤独的 能让他信任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三十六天刚手下中也只有孟婆和静心魔有点资格 孟婆身为不良帅身边的老牌强者 一直潜伏在玄冥教多年 对大帅更是唯命是从别无二心 实力方面虽然不是强的很 但也是见谁都能五五拍 静心魔也是如此 他的行踪一向都是神出鬼没的 一副神秘莫测的嘴脸 他对不良帅非常的忠诚 大家都是隐无共睹的 最后不良帅死的时候 静心魔也是第一时间下跪的人 实力方面应该稍弱于孟婆一点 除了这两个手下之外 能为不良帅信任的就只有李淳风了 大帅自己也说过 能够和他平起平坐喝酒的人也只有李淳风一人 他和李淳风的感情也是任何人都不可替代 两人精通天道推演 可保大唐兴盛三百一年 后面的李星云在接任不良帅的帅位后 才勉强配得上和大帅平起平坐 除此之外大帅最信任的一人 也就只有他自己了 如果他没有遇落的话 信自己一人足以